竟然有人带臭袜子召唤器来了学校 到底是谁 老师不是我 你看我的书包里只有书包 两些也不是我 你看 熊妹玩具也不可以带到学校里玩 我爸 老师你看 我的书包里干干净净的 什么也没有 还好我把臭袜子召唤器藏在了 这下就不会有人知道是我了 奇怪 到底是谁 我一定会弄清楚的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是谁带了臭袜子召唤器吗 知道的话就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既然大家都说自己没有带臭袜子召唤器 那么下面就开始测试 大家知道李白一共写过多少首诗吗 难道是一百多首吗 熊妹怎么可能才一百多首 一定是三百首 白雪啊 那本书写的不是唐诗三百首吗 怎么可能全是李白写的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首 我允许你们拿出臭袜子召唤器来查一查 我一定不会告诉你们的家长的 也不会批评你们 好行我知道了 李白自态白好青年居士 一生写了九百多首诗 熊妹你一定是带了臭袜子召唤器 老师不是我 那你怎么会知道的那么详细 还知道是九百多首 老师你看是我的书上怎么写的 真是这样 奇怪了 那到底是谁带了臭袜子召唤器 我得再想一个别的办法 不好了同学们 黑暗星人一会就要占领我们通话王国了 怎么会这样 这个怎么办 我不要被抓走 糟糕 黑暗星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通话王国 不要着急孩子们 乌婆婆一定有办法的 有人带臭袜子召唤器的话 可以给乌婆婆打个电话 可是老师 我真的没有带臭袜子召唤器 我也没有 我好害怕 怎么好好的 黑暗星人回来这里 不会是老师故意说的吧 我要观察观察再说 老师 我也没有带臭袜子召唤器 怎么还没有人承认 对对对 黑暗星人就快要来了 你就快把臭袜子召唤器拿出来 召唤乌婆婆来帮帮我们吧 熊妹 你乱说什么 我才没有带臭袜子召唤器 好啊你贝儿 原来是你带的臭袜子召唤器 老师 真的不是我 不信你来检查 这是怎么回事 真的没有臭袜子召唤器 你看老师 我真的没有说话 我怎么可能会违逼小龟呢 既然这样 那我只能放绝招了 什么绝招啊 不要怕 反正我们又没有带臭袜子召唤器 这可是乌婆婆给我的召唤器检测仪 让我检查到了 是谁带的臭袜子召唤器 就把数学课本给我抄一百遍 哼 老师一定想不到 我把臭袜子召唤器放在了哪里 白雪 没有带 熊妹 也没带 贝儿 原来是你带的臭袜子召唤器 把数学课本抄写一百遍 你又没有找到臭袜子召唤器在哪里 凭什么惩罚我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 贝儿把臭袜子召唤器放在了什么地方吗 知道的话 就把总依依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